这一节我们看到标准基本体底下的管状体 点击按钮 按住鼠标左键在场景当中 拖曳产生管状体的外半径 松开鼠标 往上或往下拖曳 可以产生管状体的第二个半径 点击鼠标完成两个半径的创建之后 往上或往下可以拖曳出管状体的高度 高度设置完成之后 点击鼠标左键 结束了管状体的创建 我们看到参数卷展栏当中 半径一是决定管状体的外半径 半径二是决定管状体的内半径 但是如果半径二大于半径一的话呢 它就变成了管状体的外半径 而半径一比较小的这个数值呢 就会成为我们管状体的内半径 高度呢跟圆柱体一样 是沿着中心轴的一个维度 复数的话呢就向构造平面下面创建管状体 打开四口当中的边面模式 看到高度分段默认是五 高度分段呢跟圆柱体一样 它是设置沿着管状体主轴的一个分段数量 我们也可以将它设置为最小的1 来减低画面当中的一个复杂程度 端面分段呢默认是最小的1 它可以设置围绕管状体顶部还有底部 中心的同心圆的一个分段数 跟圆柱体也是一样的性质 边数呢默认是18个边数 平滑是默认勾选的状态 我们也可以将边数呢 缩小为最低的三个边 取消平滑的勾选 这样子场景当中的管状体呢 就变成一个三角的一个管状形式 管状体呢也可以启用切片 我们控制起始或者是结束的位置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经过切片效果的管状体 再来管状体的创建方法呢 默认是从中心开始创建的 也就是按住鼠标拖曳的同时呢 决定的是管状体出系的一个半径 我们也可以将它修改为边的一个创建方法 按住鼠标左键拖曳的出来的是 管状体的一个粗细的直径 来控制我们整个管状体的一个生成状态 最后看到管状体创建的键盘输入卷展栏里面 除了XYZ三个轴向的数值之外 有内进外进跟高度三个数值输入的一个参数可以设定